我們頭兩個部分就講解了什麼叫做Series Series其實是將無限的數字相加 例如我們是UK 就K等於1加到K等於無限 當然它可以是一個實數 又或者是爆煲我們不知道 怎樣去判斷?透過我們的parall sum parall sum Sn 也就是頭n 的 term 相加 我們把Limits 出的無限看一看 會有3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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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時候我們未必需要知道數值 我們只想知道究竟是converge還是diverge 其實可以用其他方法 未必用parzelsum 因為parzelsum有一個要求 就是SN 以為是一條很漂亮的方法 你才有多take limit 如果打散了其實是無法取得的 我們第一個測試就會看divergence test 看看 假設有個series 是將UK加起來 我們就將UK拿回規定 如果你計算到不等於零 其實它就會diverge 有一樣要留意 UK是個terms 不是說parzelsum 那就不要混亂 如果你說憑直覺憑common sense 其實都很合理 因為你繼續將東西相加 你預期應該加的東西是越來越小 最終應該吹向零 那你才會停 但是如果你的UK 保持著Keyard越大 它都不會收細的話 那你那個sum 其實很難吹向一個數字 看看我們怎樣證明 我們先假設反轉 我們的series是converge的 答案是L 如果我們想將UK拿回規定 其實即是說頭K的terms 減回頭K減一個 那你會剩下的就exactly是 第K的terms 但我們知道如果這個部分 將parzelsum take a limit 其實應該等於L 我們的定義 另一方面 就算這個是K減1 但是K出現無限 其實這個間接都是計算 S無限 也就是你的series 所以答案都是L 也就是L-L 最終會是0 OK 如果你用螺絲反轉 你converge的話 那個limit就等於0 那麼limit不等於0 那它就不可能converge 也就是diverge 那下面這個做個reference 阿媽是女人 不是女人就不可能是阿媽的 跟上面螺絲一模一樣 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阿媽就是converge 那個女人就是Limit K趨向無限UK 等於0 converge的話 那個limit就會是0 如果不是0的話 那就不converge 可以嗎 其實用法很簡單 我們待會再看 不過這裡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的limit計算是0 就不代表是converge 我們就是知道 不等於0就diverge 等於0是不知道的 即是說這個test 是無法告訴你一個series 是不是converge 它只可以正diverge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以下兩個series 你會留意到 如果你把他們兩個裏面的東西叫做UK 其實兩者都是指UK趨向0 但是前面這個是harmonic series 它本身diverge 後者是一個GS 你代回進去 你應該發覺首項會是2分1 這個resor也是2分1 由於這個resor的absolute value 小過1 它應該converge 這個例子你就會看到 就算這個terms是趨向0 它可以是diverge 也可以 converge也可以 你是不知道的 自己小心 所以divergent test 只是soul divergence convergence是幫不了手的 看兩個例子 看兩個例子 就叫你用divergence test 去soul出來 兩個series都是divergence 很簡單 抽個term出來 計limit 你記到2分1 不等於0 那就diverge 第二個例子 cos本身是futuate 就是說它會在-1至1之間 不斷震盪 好嗎 好嗎 我寫好一點 Between-1-1 所以這個limit應該不是sys 也就是說diverge 也就是說diverge 可以 所以diverge test很簡單 抽個term出來計limit就可以 你計到不是0的話就可以了 不是0除了包括的數值不等於0 不是sys都計的 我們下一條影片就說 Interval test